要说美国最忠诚的盟友是谁,想都不用想,那一定是日本了。 4月安倍访美,因与特朗普夫妇合照被挤出红毯,安倍夫妇遭到众人嘲笑。 5月特朗普访日,安倍极尽各种羡慕。 期待特朗普对美日贸易逆差的态度,可以有所松动。 没想到特朗普也是个有原则的人,根本不吃安倍这一套。 不过,你虽不在大面上给我面子,我仍当你忠诚的小弟。 我不仅愿意当你的小弟,还愿意一直跟你的疯。 用这两句话,来形容安倍对特朗普的态度,真是再合适不过了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 这两天发生的两件事,就可以做出佐证。 先说第一件事。 据日本经济新闻,6月30日报道, 日本政府于当天正式从国际补金委员会,IWC,退出, 并从7月1日起,恢复商业补金。 这意味着, 日本将在领海和专属经济海域,重启时隔31年的商业补金活动。 原来,和巴西特朗普一样,安倍也开始学特朗普退群了。 那么,对于这一决定,日本国内是个什么态度呢? 日本东京新闻,就在当天的报道中指出。 二战后,日本没有过退出主要国际组织的先例。 这一次是非常罕见的。 虽说重启商业补金,是日本相关从业者的愿望。 但鲸鱼肉销量在萎缩。 未来的市场前景也并不明朗。 很多从业者也担忧以澳大利亚、欧美为中心的反补金国家的批判,恐怕会很强烈。 日本放送协会,NHK网站6月30日则报道说, 动物保护组织的相关成员,29日在伦敦,举行了抗议游行。 反对日本重启商业补金。 抗议活动的组织者,在接受NHK采访时称, 鲸鱼肉的需求并不高。 日本为何要重启商业补金? 我很难理解。 国内舆论并不支援。 但是安倍仍一意孤行。 跟风特朗普退了群。 跟风退群还不够。 安倍还要学特朗普搞贸易制裁。 这就说到了我们要说的第二件事。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, 日本经济产业省7月1日宣布, 日本将限制对韩国出口三种半导体材料。 另据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, 日本政府修改了对韩国的出口管理条例。 自7月4日起, 开始限制向韩国出口服具西亚案、 光刻胶和高纯度服化氢三种半导体材料。 这些都是制作电视、 智慧手机部件的材料。 这一决定, 不仅将增加韩国电系行业的负担, 还可能影响到一些日本制造商。 日本表示, 这是针对2018年, 韩国劳工赔偿诉讼的报复性措施。 要说, 这两天, 安倍真是协助特朗普做成了两件大事。 尽管这两件大事, 都没有得到国内舆论的支援。 但估计安倍可能在想, 我大哥做过的事情, 我为什么不能做, 我大哥做成的事情, 我也一定能做成。 对此, 小编想说, 是的, 你做成了。